只因在他碗里夹走一块豆腐 这个小伙就突然破方 不仅将饭菜全都扔到地上 还让拳头跟墙壁亲密接触 最后摊坐在椅子上嚎啕大哭 直到给他端上一份一模一样的饭菜 才平静下来 男人名叫华平 今年29岁 体重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20斤 因为患有二级智力障碍 行为举止中 还有儿童的天真 而他对食物的痴迷程度 远超常人的想象 经常因为吃不饱饭 进入红温状态 家里大大小小的家具 都惨遭过他的毒手 据外婆透露 小时候的华平虽然也是个胖子 但远没有这么夸张 虽然智力发育直缓 但十分乖巧懂事 是父母眼中的一块宝 但俗话说 智者不入爱河 淹死盖不负责 华平五岁那年 父母可能觉得 这个家太过乏味 纷纷出逃寻找刺激 两个人各自组建了新家庭 这给他幼小的心灵 带来严重打击 无依无靠的华平 只能跟着外公外婆生活 都说世界上有一种恶 是奶奶觉得你恶 跟着外婆生活了两年 胖嘟嘟的华平 变成了所有奶奶的梦中情孙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七年前 华平的体重开始爆发性增长 短短几年时间 就从90公斤 长到了160公斤 每次上乘 都能把体重乘踩到爆表 肿胀的四肢和巨大的肚子 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 连下个楼梯 都得把着扶手喊一二一 商场里最大号的衣服 穿在华平身上就像比基尼 不是露前面 就是露后面 所以每次买新衣服 外婆都得再接上一块 即便如此 华平还是把衣服 撑得破破烂烂 因为行动不便 华平的日常起居 没法自己动手 脱衣服 洗澡穿鞋 都由外婆亲力亲为 为了控制她的体重 外婆每天都会准备减脂餐 两块豆腐 一点米饭 再加上各种蔬菜 让人意外的是 华平的体重 还是不断上涨 为了她的健康着想 外婆只能加大力度 这一天晚饭时 外公在外婆的提示下 拿走了华平的豆腐 没想到 一块豆腐竟然让她破防 朝着外婆大喊大叫 要说最可怜的 还是桌子上的餐具 他们全都被华平 当成了发泄工具 最后华平摊坐在椅子上 嚎啕大哭 直到外公又拿出一份饭 才平静下来 家里的食物对华平 有着致命的信力 所以外婆出门时 都会把冰箱锁起来 还会把电饭宝锁进房间 生怕华平朝他们下手 为了测试华平的自制力 节目组让外婆 把冰箱打开 再假装出门 果不其然 监控下着她 前三秒如坐针毡 后三秒抓心脑干 测试时间还没到三十秒 华平就已经到了冰箱前 甚至都等不及 回到座位上享受美食 她站在冰箱前 就开始狼吞虎咽 先是一口吞下一块三明治 又连吃几口泡菜解腻 觉得不过瘾 又端起泡菜汤小酌 就这样还嫌不够 她又拿了两瓶饮料 转移阵地 坐在马桶上 将颜料一饮而尽 做完这一切 趁着外婆还没回家 再次从冰箱里 偷了点干粮 藏进背包 外婆回来时 看到厕所里的饮料瓶 气得说不出话 年纪越来越大的她 在照顾画瓶方面 开始力不从心 她希望画瓶能早日减肥成功 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 为了让外孙早点适应社会 六年前 外婆就帮她 在工厂找了一份工作 还一遍又一遍 教会她坐公交车 看着外婆眼里的泪水 节目组决定 帮助画瓶减肥 但首先要搞清楚的是 画瓶迷一样增长的体重 为了了解事情真相 节目组决定 尾随画瓶一天 果然发现了惊天秘密 白天画瓶都在正常上班 而下班的路上 她会特意绕路回家 走到某个人家的门口时 会特意停下来 而食物则凭空出现在她手中 原来她吃的这些 都是街边邻居 丢在门口的剩饭 眼看画瓶开始大快躲移 节目组赶紧出面阻止 即使被抓包了 画瓶也没表现出一点窘迫 只是意犹未尽的舔着筷子 在她看来 吃这些东西 一点问题都没有 听说了这件事的外婆瞬间崩溃 这时画瓶才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不对 给外婆递上了纸巾 其实外婆不是没想过 切胃手术这种简单的减肥方法 但光养一个画瓶就已经压得老两口喘不上气 更别说是高昂的手术费用 为了拯救这个家庭 节目组决定承担画瓶的手术费 第二天清晨 节目组带画瓶到医院检查 结果医生诊断 画瓶不是简单的肥胖和肢力障碍 而是患上了普瑞德威力综合症 这是一种罕见的基因疾病 患上这病的人 无法抑制自己对吃的欲望 最后也会因为过于肥胖死去 一般的肥胖症可以通过切胃减少食量 但就普瑞德威力综合症患者而言 切胃反而更危险 术后一旦进行暴饮暴食 那后果不堪设想 安全起见 医生给出保守治疗方案 注射激素的同时 管住嘴 脉开腿 从而达到减肥效果 既然要管住嘴 那零食就不能再吃了 连牛奶都要减半 一听到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都要惨遭毒手 原本安静坐在旁边的画瓶突然暴走 竟然对外婆动起了手 面对失控的画瓶 外婆并没有生气 反而十分内疚 原来他一直不知道 画瓶的贪吃是因为生病 反倒认为是他嘴馋 一想到外孙偷偷捡别人的剩饭吃 外婆就难过的泪流满面 从医院回家后 外婆给画瓶制定了严格的减肥计划 每天都陪他做运动 尽管因为年龄太大 很多动作 外婆都力不从心 但他还是努力坚持 而画瓶的进步速度 也堪称神速 以前做一个仰卧起坐 就累得满头大汗 现在蹦蹦跳跳都不在话下 仅用19个月的时间 画瓶就减下了40公斤 人瘦了一大圈 还成功瘦出了下巴 体重称也不再觉得压力山大 能成功显现出数字 除了每天做运动 画瓶还会试着帮外婆承担家务 比如去小区外的水池打水 在饮食方面 画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不仅吃饭的盘子缩小了一圈 还很乐意跟外婆 分享自己的食物 节目播出后 很多爱心人士为画瓶 捐赠了合适的衣服 还自发组织了捐款 帮他治疗 相信在好心人的支持 和画瓶一家人的努力下 他总有一天 能健健康康的站在阳光下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见识君和大家 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